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這一集,看過和金融方面相關的資訊 看到一個標題,就有中國基金經理人提出 說現在大陸股市反彈,趕快賣走股票 割肉都要盡早走,為何這樣講呢? 我們一起看看 其實現在大陸股市強勁反彈 戶指曾經試過重登三千點的大關 但曾經是小粉紅的中國私務基金經理 Nio建議投資人趁著這波反彈趕快走 理由就是國家可以用的牌越來越少 最慘的狀況還未曾到,為何會這樣講呢? 這個報導來自外國媒體 有一個叫《不明白》播客裏面的節目所提出 這個受訪的基金經理叫Nio 他說道一般少的經濟周期三年半 由2021年第一季中國企業獲利的巔峰過後 就開始逐季下滑 2021年第二到第四季 2022年全年到2023年的第二季 按照原來的經濟周期規律 企業獲利本應該是向上反彈的 但2023年第二季中國的經濟表現 遠遠不如預期 到第三季又不行 目前這樣看第四季應該都不會太好 他亦都講到說中美關係不太好 他亦都提到大陸股票最近雖然拉升 但他存在好多問題仍然未出清 沒有解決到的 他看到股市好差 他說仍然是會發生一個更慘的狀況 而且最主要最慘的還未發生 他說未發生市場就不會見底 後邊升得多了又會再跌下去 他說他自己就趁著這一波反彈出清持股 而他亦都認為大陸股市仍然是政策市場 反映的是政策變化 除非政策又回歸去到鼓勵民企 好似這些巨頭公司的黨支部全部消失 被民企放開手腳這樣做 大家才會相信跟著一起投資 但其實以我自己最近留意 股市是升得不錯的 甚至乎我自己都覺得市場 是不是真是見底 但我自己就仍然未有那種 想買入的感覺 我自己個人問題 但我亦都在這段時間 有找好多的資料 大陸那邊亦都有看社交媒體 見到那班小韭菜 開始準備想入市 當然這裏是一半一半的 有些小韭菜想入市買股票 也有些小韭菜 就覺得這一波的升幅 是哄他入市 他不會中計 怎麼都不會買 有股票升了的貴賣 分開了兩極 而他說到 現在還要追蹤民企的狀況 因為科技創新的領域 是需要民企去推動的 報道指出 原來這個neo 以前是小粉紅來的 一直都非常之看好中國的前景 不過他最後講到 國家能夠打的牌越來越少 最慘的狀況未到 他說這波的底部會是心不見底 還叫人割肉都要趕快走 他講到可以打的牌越來越少 其實就是那些政策上能夠 用一個政策手段去鼓起股市的手段 越來越少 他始終就是講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解決現在的經濟問題 可能房市或者是消費信心 投資信心不足這些問題要解決 還有中美之間所影響到的經濟基礎 如果這些解決不了的話 他就認為現在這波的股市 就算反彈去到之後都乏力 而其實我自己都有過這樣的想法 但我的想法和他有少少不同 那如果想要股市升 其實怎樣才會升呢 多人買多人交易就升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那些小韭菜不願意入市 而其實之前都講過的 你經濟好經濟不好 只要股市升的話 等那些小韭菜賺到錢 他就會衝進去的了 那現在小韭菜買完股票 不賺錢 他就不敢買 你現在升就是指數升 個股未必升 那如果去到某一天了 是整個市都在這樣暴升的 小韭菜入市都賺到賺到錢 就會開始越來越多韭菜入市了 那這班韭菜入市之後 市才會旺的嘛 才會起的嘛 如果你說單靠政策 或者單靠這些公司回購 回購不到多久的 他們就算回購都要量力而為 有部分回購的錢 可能是自己公司的流動資金來的 我那頭買完股票 我轉頭要用錢 我都要買回他的 不能夠一直這樣持貨的嘛 那所以這一波呢 能不能夠持續到下去 就取決於一件事 就是這些小韭菜 能不能夠去頂住大陸的A股股市 這一個才是重點啊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那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